那我觉得每一次大家要这么早起 真的很厉害 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因为这件事情非常有使命感 非常有意义 那很开心大家的响应 就是能够每一次分享这么棒的书籍 以及来收听 那甚至可能有时候在假日的时间 不是那么好安排 其实也很多的书友会去看影片 然后看YouTube 其实这都是对大家很棒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那也很开心 每一次我们都准备了非常棒的一个书籍 那会后其实有很多的书友 都会给我们很棒的回馈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 因为各位的支持与回馈呢 就会让这些分享者 他们就会更专注 也更愿意的就是跟大家分享很棒的收获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这四本书 给予的力量 自我疗愈正念书 就怕平庸成为你人生的注解 还有真人心态 那这四本其实呢 都是在这个 不管是金士堂 或者是伯克来 其实都还算真的蛮多人搜寻的 讨论度也非常高 所以我自己个人也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呢 其实大家就享受这个知识的饗宴 那这影片也会放在 哲伟说书的这个频道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 这个叫追踪 订阅追踪按小铃铛 那很感谢就是大家的就是支持 那现在就订阅人数有就是持续的增加 那非常感谢大家 那如果大家对于就是整个 不管是听说分享会 或说说或是相关的活动有兴趣的话 大家都可以看到底下有一些相对的QR Code 那你可以看你针对哪一个部分有兴趣 包括可能刚刚的YouTube包括Podcast 甚至IG以及Line的部分 都欢迎大家可以加入跟我做交流 那我们很快的就要进行到今天的第一part 那第一part这本书叫做给予的力量 那这本我自己也有看过 我非常的喜欢 尤其他非常好阅读 那我们就期待今天这个蜜佳带来的分享 我们欢迎蜜佳 好 大家早安 那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 给予的力量 好哦 那大家好 我是蜜佳 那我是女生 台中女生读书会的主持 那其实呢会接触到这本书呢 其实因为我有跟就是泽伟请教就是我下个月呢 就是有想要分享一本书 但我现在目前还没有任何想法 那泽伟就有推荐我这本 那我就跟泽伟说啦 就是这本书你二手书四集会拿出来卖吗 那泽伟就说不会 那他非常建议我可以自己就是买回来就是增长 那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速度其实是算非常快的 那我很喜欢看这样的奇遇故事 就是它是一个预言故事去告诉我们这几个法则当中的一些经验跟经历 那对我来说我以前不太爱看书 那我看到小说之类的书 我甚至会觉得会没有耐心去看 但没想到就是透过这两年的阅读 让我在这一本书回头让我去思考这两年来带给我的改变 我其实是非常的感恩 那我先介绍我自己 那我是米卡 我是刚刚有提到我是台中女孙读书会的主持人 那我本身是物理教师 那我也有在开办影视管理班 那持续在推广阅读 然后举办读书会 那我期待透过阅读能够让自己与大家一起学习成长 那现在的我是非常享受在这个过程的 那我希望透过阅读能够让自己有影响力 能够让许多可能你刚开始启蒙阅读 那可以透过阅读能够帮到你 然后帮到大家 好 那这本给予的力量呢 其实这个作者 两个作协同作者 他其实是有在除了作家的身份之外 他们同时也是企业的演说家 那他会到各个公司去讲 包含可能像金融商学相关的演说 好 那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透过他里面当中的小故事呢 确实带给我很多的激发不同的想法 好 那其实呢 第一个部分 我想问问大家 当我就是说给予的时候 你第一个念头想到的是什么 大家可以去思考 就是当时的我其实看到给予的力量这本书 我在看风评跟风底的时候 那我去想到就是 我可以拥有什么 我可以给予什么 那我的价值是什么 我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对方 好 那这本书其实去提到就是 当我们想要更多 就要给予更多 那当 其实非常多人在看 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是读书会当中会分享 就是 一小段一小段的就是章节 那就有书友 就是在 呃 会后就去询问我 可是呢 是不是要就是一直的给予 那不求回报呢 所以非常多人对于给予的想法是 是会有这样的心态 我觉得非常正常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好像一直给出去 那自己没有就是 呃 呃 充电自己 或是 这过程当中 没有找到那个为什么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很容易会 呃 有这样子的念头是非常正常的 但这本书其实他的呃 一个非常大的核心就是 这句话其实带给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这也是后续会跟大家提到这五大法则理念当中 他要给我们的观念跟理念是什么 那其实我们很常在决定事情 或者是我们想在想事情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以就是 呃 这个过程当中会会去获得我想要的回报或甚至是报酬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是不是就没有动力去做他 那很少人会去想到就是说我能为这个事情或这个人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所以这一这一个这一段过程其实带给我一个很大的思考是从我在看这本书之后 我其实一直在想就是出现在我眼前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事件我能够为对方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所以蛮大启发是呃 我觉得我我其实是会更理解自己的呃拥有那我可以为对方带来什么 所以他提到了就是我们必须要先付出那自己的付出能为他人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这过程当中我们不过于去计较这个得失 所以你在付出的过程我相信你是会非常喜乐的 因为你知道你能为对方带来你所拥有的 好哦那其实呢给予的力量他会为自己带来很巨大的影响力 我相信当我们在呃我刚有提到就当我们在想事情或是呃在思考怎么样去能够呃为对方带来价值感 其实我们只要发自这个出发心那我相信一定会为你自己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力 别人会透过你的喜新动念想到更多来帮助你 甚至让你的呃甚至帮助你成长 这个是我觉得呃对我来说就是给予是一个跟影响力画上等号的一个关键 好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旧那旧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认真与且忙碌与工作的上班族 那其实非常渴望成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努力让他非常的迷惘 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突破他现在面临到的一些关卡 所以他透过了一个同事啊介绍了一个呃成功的知名人士能够来带给他就是呃这个成功的关键 所以呢呃呃就去找了兵达他问他说呃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样才能够让我在我的工作领域里面能够打到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那大家想哦就是如果你就是一一般的呃想法是你如果将之情意一个很成功的人 那你觉得呃你觉得他会不会就是不尝试的告诉你 大家会觉得一定会就是呃就是可能没有讲这么的完全 但其实这个兵达这个成功人士其实是没有这样的想法 他非常乐于去跟他分享他所有的经历跟过程能够帮助他成功 那他告诉他好没问题就是在这个五天内会跟你分享五个成功的法则 那前提是你必须要就是在美学的一个法则的过程当中 请你去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包含在他的职场包含在他的家庭里 那想当然就当然就是答应咯 那在这五天的中午的时间呢 那就就急忙去就是呃会面这个兵达 那兵达在这五天的过程当中他带他呃去认识的五位人物 那一个是分别是餐厅的老板 那公司的CEO或者是理财顾问 甚至房地产顾问 那最后一个是联系他们所有的人的联系者 那其实呢就在呃跟这几位成非常成功的呃企业家也好 或者成功的人士 他们在会谈的过程当中就其实去领悟了非常重要的这五个成功的法则 他其实是呃付诸了在他呃生活上的一些实行 所以呃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法则当中带给我们的收获是什么 那其中有价值法则 报酬法则 影响法则 真实法则 能接受法则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看什么是价值法则 他说到你真正的价值决定于你所能给予的价值 而不是你所获取的报酬 那呃很常我们会问就是这个 这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赚钱 其实他说是很本末导致的 我们应该要先问是不是提供了服务 那是不是有附加的价值 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才可以继续问就是赚不赚钱 因为在我们就是提供了足够的价值后 才会去吸引人群 也才开始会出现有赚头的事 那他当中提到了一个举例 我觉得非常的有收获 他说到一家餐厅 一家普通的餐厅 他会提供给顾客足够的食物跟服务 让顾客觉得他花这个钱花的非常合理 那一间好的餐厅 他会提供最好的服务 好的食物跟好的服务模式 让客人觉得他花这个钱是花的值得的 那一间非常棒的餐厅 他会激发非常多的想象力 然后他会提供顾客非常棒的服务之外 在食物品质的讲说上 他会超出顾客所想的这个价值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目标 所以透过刚刚的比喻 就是可以理解 就是在我们想要拥有更多的时候 呼应前面 我们想要拥有更多的时候 我们付出了更多 我们在这过程当中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所以才能够吸引到这些人们就是会愿意去接受 愿意去理解 好 那再来第二个法则是报酬法则 他说你的收入决定于你替多少人服务 以及服务的满意度 那这两件事情呢 就是第一个是事情的决定都是在你的掌控之下 如果你想要更成功 那你要找到很多 就是找到方法去服务更多的人 那第二是你能够赚多少 就是是没有限制的 因为我们总是能拓展我们所服务的对象 所以意思就是说 就是当我们想要拥有更多的服务价值 或甚至我们想要让自己的收入能够变多的时候 我们要回头去思考 我们这当中我们去替多少人 就是提供我们的价值 不管是像我们现在所建备的技能跟专业 那我们可以服务到身边的多少人 他对我们的信任度跟对我们的满意度是多少 这个影响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哦 大家可以去思考 那再来是影响法则 那影响法则他提到 就是你的影响力他会决定于是否将充分将别人的利益在第一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觉得有动力去执行事情的时候 就我们想的是就是我从当中会获得什么 但如果你转念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决定 就是是不是以别人的利益放在第一 这关键过程当中就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再去计算得失了 因为你真心的去对方照相 不及他的利益 就是不管公不公平或是这个到底是不是就是合乎逻辑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自己在我刚有提到就是我有我的本业是物理教师 然后我有在推广饮食管理班 其实我想的是每一个来到我前面的来到我面前的这些人 他们有些人是带着健康的问题 或是他们真的是很想要帮助家人或自身能够获得健康 那我想的是我如何透过原有的专业跟技能去服务到他 甚至能够让他理解自己的状态 那我想的都是为对方就是去量身设计符合他的需求 那以他的利益摆在第一的时候我们所想的都是他 那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喜欢就是不另于给予的人 那如果我们也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去吸引到这些人 那别人反过来是会帮助我们更多更多的 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一起成长 那去间接的去扩大我们自己的影响力 所以我觉得说去留心别人的需要 你自己也会得到你所需要的 那其实我在看每一个法则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去反复的去咀嚼这些文字上带给我的意义 以及对应到我生活当中到底我要怎么样 让这个过程能够发挥的更好 然后去实践这个法则 那第五个法则第四个法则呢 他是来提到真实法则 那我们常会想啊 就是我们要拿出什么样有价值的礼物 那他说到就是自己 我们自己 那我们不需要伪创成他人 那也不需要对自己没有自信 就很大方的去做自己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想要模仿一些 是不是我们要很活泼 我们才会吸引到这群人 但其实不是的 我们不需要去把自己围装起来 成为我们理想中的那个人 那大方的做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你 那你就是一个最有价值的礼物 那第五个法则里呢 他在讲的是接受法则 那接受法则呢 他有效的给予 关键在于保持乐意的接受 那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常会说 施比受更有福 但在这个接受法则里面 他提到的所有的施 之所以能够发生 是因为他同时也是受 所以这个关键是施 施而不受 作者提到就是 其实这个是非常愚蠢的 而且是非常傲慢的 那人家就是可能送礼给你的时候 你凭什么去拒绝他们给予的权利 那如果你去接受 你不去接受 就会阻断这个整个的善的循环 那我们可以去练习 比如说在别人赞美你的时候 你不要去急着否定自己 那你可以开心的微笑说谢谢 那所以在每一个当下 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一定会遇到 这几个法则当中 就是带给我们的一些 思维的改变跟价值观 所以我觉得我看完这个五个法则当中 我在整理简报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着就是 这本书真的带给我很大的收获是 我每看一个法则 我记录下就是 我可以怎么样去实行这个法则 那我发现我就像丁达所说的 就是他给予旧的任务 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法则 去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里 那我发现当我每做到一个法则的时候 我的那个内心的感受及能量是非常的充满的 自己觉得非常的棒 那最后跟大家提到就是成功 它不止是只有凭借着积极跟努力 你就可以换来 是带着选择给予 而且乐于接受的心态做事情 这才是获得快乐跟成功的关键 所以当我们生活遇到难题的时候 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突破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去给予 好 那最后呢 就是跟大家提到就是 我非常喜欢这个女生读书会 那其实在八月 其实成立读书会是从去年初开始一直到现在 从八月开始我们成立了这样女生读书会 那我们希望能够彼此打造一个学习正成长的环境 那透过大家的交流跟分享 那我们可以提发彼此的内在语言力 那开启无限的可能 一起成就更好的我们 这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分享 谢谢大家 感谢蜜佳的分享 大家在聊天的地方可以给蜜佳最大的鼓励 那大家也可以分享看看 你刚刚听完这五个法则 你最喜欢哪一个 就是在整个 我们都在宇宙的这个规范里 所以事实上 其实如果我们懂得运用宇宙法则做事的话 基本上你很难做的差 你有发现吗 因为这是它的规律 这是它的规则 就跟打篮球一样 你照着篮球的规则在走 其实你一定可以就是把这场篮球打得很好 那我很喜欢这个在付出跟收获这件事情 我曾经听过一个比喻 我觉得太恰当了 就是关于呼吸 各位你要吸也要吐对吗 你要吐也要吸 其实就是给予跟这个接受 其实它就是像呼吸一样 你不可能只单一做一件事情而已 那其实是没办法继续的 就像你一直憋气下去 你大概也很难持续生存 对吗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在 讲给予的这件事情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一个福报 这也是符合宇宙法则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所以我很喜欢刚刚密加讲的 与其我们要讨论怎么赚钱 其实更要讨论的是 你如何能够提供价值 因为宇宙法则来说 你提供的价值越多 帮到的人越多 事实上钱就一直被你吸引而来 非常感谢密加带来这本 给予的力量精彩的一个分享 接下来下一本我们就进到 自我疗愈正念书 那我们这次邀请到Lulu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欢迎Lulu 嗨 大家早安 分享一下我的画面 这样有吗 有 有 好 那大家早安 我是Lulu 那很感谢大家特地早起参加这个 每个月举办的听书分享会 那今天的话 我要分享这一本是 自我疗愈正念书 那这本书其实就在讲述正念是什么 然后正念是要如何运用在生活 我们生活各个层面中 那来帮助人去理解 面对各个时刻 我们各个状态 其实我们是能够处在当下的 那这本书的作者叫 萨奇胜多瑞里 那我是今天的讲者 陈于如 等一下 有了 那听说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作者 萨奇博士 他是国际间很有名的正念减压门者主任 他在那个麻州大学的三十几年中啊 是投入了三万多个实数 在正念减压课程 那他是透过就是正念去教导帮助数千位的就是病人学院 同时他也培育很多正念减压的医师还有研究员 除此之外就是萨奇博士他也有就是全世界各地演讲 然后教导正念这件事情 他写了这本制作就是这本著作自我疗愈正念书啊 是可以帮助更多人去学习正念如何正念这样 OK 那我是今天的讲者陈于如 那大家可以叫我鲁鲁 我本身是设计相关的背景 然后限职的话 我是品牌端的平面设计间企划 那同时我也是接案者 然后也有就是网路电商创业 那我会开始接触阅读这件事情 纯粹是因为之前疫情爆发 时间变多了 那偶然间就参加则为他办的读书会 那才开始慢慢培养阅读这一件事 后来就是开始自律于就是推广阅读 所以每周二我们都会举办就是台北的女生读书会 那有兴趣想要参加的话 欢迎就是右上角扫描我的IG 然后找我报名这样 那我们就开始来分享这一本自我疗愈正念书 那大家从小到大我们会面对很多时刻吧 那有可能是开心的 有可能是令你印象深刻的 那同时我们也很多的时候是去面对的是你不想面对的时刻 那面对这些可能令你就是难过 然后不喜欢 然后不开心或是不舒服的时刻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那其实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 可能会就是比较选择的是 无视他 就是可能你想要逃避 不想去面对 然后你可能甚至你可能会否认你自己有这样的心态心境这样子 那最后你可能会发现 其实短时间你有可能还有用 就是你可能无视他 可能会快乐一阵子 但是累积下来可能你还是会大爆发 你会发现其实你即使在逃避 那他还是依旧在 他可能最后还是回来 那你压抑的话 他可能你心内心中 他可能会累积下来 最后大反弹回来 打在你自己身上 那否认的话其实 你只是无视他 可是你内心中可能一直有这样的感受 然后你可能会一直不断的一直强化那个感受 那萨奇博士他在投入的这个正念减压课程 其实就是在帮助病人学员 就是将正念带进生活中 然后透过正念的方式 帮助学员去降低他的焦虑 然后提升他的专注力 OK那我们刚刚讲到很多次就是正念这件事情 那大家知道正念是什么吗 如何去就是知道正念是什么 那很多我觉得一开始大部分人都会误解 就如同我以前也会误解正念的意思 我以为就是正念是正向积极的思考 那其实不是哦 正念他的意思就是指说 让我们专注的活在当下 让我们把每一刻的注意力与当下同在 这个才是正念他的 好那正念他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那另外一位就是在正念研究中贡献很多的一位博士 他叫做卡巴金博士 他将正念定义为就是这样 就是时时时刻刻非评价的觉察 而且这个正念是你需要去刻意练习的哦 那正念就是觉察你当下的那个状态 然后你要保持那种开放 且好奇的就是态度 去了解你内心中是怎么想的 就是很多时刻我觉得我们都会这样 就是会不自觉就是带着那种很指责的心态 怪罪自己 就是你可能为何有这样的情绪啊 或是你为何就是你现在是这样的状态 但我觉得正念很棒的是他会让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是要以那种开放又接纳的心态 去承接你面对的所有一切 你面对的所有状态这样子 OK 我觉得萨奇博士在书中他举例了就是很多 关于就是他正念检查课程中学员的故事 会让我很印象深刻 所以我就举了一个就是我那时候看故事 就是觉得最深刻的一个故事 就是关于玛丽安的故事 那玛丽安啊 就是他在课程的第一周第一天哦 他就他就在门边就是错气 那边哭泣 然后这样的就是举动其实很显眼嘛 所以他就立刻就是吸引了萨奇博士他的注意力 那就是课程第一天就是大家都互相不认识 所以萨奇博士就请全部的人就是先自我介绍一轮 那玛丽安他的自我介绍是以那种那种半泛气的那种心态 半泛气的那个语气去跟大家说就是大家看到那个眼前那种哭泣的他 并不是真正的他 那深入了解才发现其实玛丽安他一直都是一位就是相当拼命的女企业家哦 那可想而知他就很习惯有那种成就感 然后能够掌控一切 就是公司的一切 所以这个是他就是他的背景 那现在玛丽安他其实患有就是很严重的焦虑症 还有恐慌症 那玛丽安他在自我介绍中 他其实他有说明他想要拿回他自己的人生这样 那玛丽安说他想要拿回自己的人生嘛 那萨奇博士就回问他 玛丽安那个所谓拿回人生是什么意思 那才了解到其实玛丽安他是想要回到那个过去 就是那个有自信又有活力又坚强的那个自己 他觉得那个才是他熟悉的自己哦 而不是他现在这样的状态 那萨就是听完就是玛丽安他的回应以后啊 其实萨奇博士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啊如果你一直将过去的你覆盖于现在的你之上 也许你会把各式各样的可能性闭关在外 那踢完萨奇博士他的回答 玛丽安他的反应是有一些放松 然后同时也有一点点困惑 放松的话是因为他觉得就是听了萨奇博士的回应 他觉得自己好像有新的可能性跟机会 只是他不知道 困惑的话则是因为玛丽安他就是不晓得要怎么办 他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做 他才能够就是回到就是他觉得拿回人生的那个快乐 然后或是那个有活力的状态 好那书中萨奇博士他讲述了这一段话哦 这一段话是我简单念一遍 就是允许自己深深被触动 将心门开启 允许自己持续改变 以超越原先的认知 我看到了这一段话的时候 其实我印象超级深刻 就是我理解就是萨奇博士他想讲的这一段话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认知我们时时刻刻 我们的状态是有可能一直都在改变的 而且你就是不一定能够就是回到你可能以前 你熟悉的那个状态 就像玛丽安一样 他一直不断的想要回到过去 所以才导致他现在严重的焦虑不安 那透过正念其实就是需要他去接受他现在这样 这样的自己了解他自己 其实是一直会不断的持续改变 而且不是有可能是不太会 就是不太可能会回到过去 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 然后甚至你要去接受这样的状态 然后萨奇博士他在书中其实引用了非常多优美的诗词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这本书他有讲到说就是这本书的翻译者 叫胡君梅老师 他曾经就问过萨奇博士就是翻译这本书 他需要注意些什么 那萨奇博士是说他希望能够保留就是诗中那个 就是诗中书本中那个诗的优美意境 那所以我觉得在看这本书 其实有点像是在与自己心灵对话 阅读这本书其实我本身就是在自我疗愈 然后同时我也在学习正念的过程 那我简单讲就是讲一下这一篇诗 现身吧好好专注 说实话没有评价或指责 义务执着于结果 那这本自我疗愈正念书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点 就是他有非常多的练习 就是让我们可以在阅读的同时 然后也去学习如何正念 那静观呼吸就是觉察呼吸这一个 这个练习其实在学习正念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练习 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关注你当下的一吸一吐 你的呼吸这样子 可以简单的来练习一下这个正念呼吸 就是感受你的一吸一吐 吸气的时候就是你会感受感受得到 就是空气进入你的身体 那吐气的话空气又离开了你的身体 如果你发现你在练习的过程中有分心的话 其实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不断的把自己拉回来 然后带回来到单下 然后装助于呼吸这样就好了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想说 可是我很常分心要怎么办 可是赛奇博士他在书中有讲到说 这个分心的就是这个状况 有可能你在五分钟内就有可能是十遍 二十遍一直发生 然后他说这个很正常 我那时候才放下心 原来就是大家都在练习而已 所以就是他讲述说就是如果你在练习期间 然后发现一直分心 就是也不要责备自己 只要不断的把自己的就是那个注意力 就是拉回来 然后带到单下 然后一直持续的觉察呼吸这样就好 就是不用把他想的太过困难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就是静光呼吸这件事情 也可以就是 我觉得他有带给我就是很大的就是改变 就是练习专注力这件事情 而且他这个练习很简单 你能够就是随时随地的做 就是提供这个方法给大家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趟 那大家对于就是设立界限是有什么样的认知呢 大家觉得什么叫做界限 那界限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划分开来嘛 就是把东西一分为二 或是把它分开来 就如同我们像画面这样子的黄色跟白色 它之间会有一个界限 那对于所谓的就是界限 其实界限它的那个线与线之间 其实它不也是交汇之处吗 我觉得那种看似分开 但是却又密不可分的那种概念 那时候我觉得萨奇博士 他在书中讲了一个很棒的比喻 我印象很深刻 他比喻就是 那就是海岸线 就是海岸线这件事情 就是海跟那个陆地之间的界限 那当我们就是走在那个海岸线之中啊 我们是走在陆地上呢 还是走在海上呢 就是脚下其实你会发现有浪花会打上来 会不断的就是流动这样子 那我们要怎么去定义就是海水跟沙 那个明确的界限呢 然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海岸线它看似它有界限在 但其实它的交界处是海水跟沙 不断的在流动 不断的在变动 而且他们彼此是互相交别的 是一种就是很模糊的界限 那日常生活中啊 其实有分就是很明确的我 或是明确的你就是你会知道 除了友谊以外其他的人 然后其实我们身而为人就是 一定会跟很多人相处 不管是你的父母 你的朋友 你的同事 但你在相处的过程中 你有可能会产生了自己好像被孤立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孤立感并不是说什么 别人刻意想要孤立 而是你突然会有那个感受 然后那个感受我觉得 就是它是时而不时会出现的 然后书中其实有讲述到就是 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跟状态 我们就把就是每个人称之为就是自我 然后其实我们其实都是有很多无数的 非自我的元素去组成的 比如说像是地水 火 空气 碳 或氧 父母等等 那这些同样的元素 其实也形成了其他人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用这些元素去组成的 那这些元素 同时它也可能就是创造了太阳 海水 跟那个陆地这样子 那一样就是 撒奇博士他给了我们一个练习 我们就是要如何去跟这种设立界限的这种心智 去合作 去共融 去相处 你会发现其实你 当你就是面对他人 然后生起了那种孤立隔离感的时候 你不要就是先就是关注于这个感受 你先试着就是专注于对方的眼睛 看对方的眼睛 然后感受对方的呼吸 然后同时也感受你心 就是你的状态 你的心所勇然而生的那个感受 我们可以就是选择与这种感受同在 而不是去排斥这样的状态 你应该要时时刻刻去注意你的状态 然后同时也是以这种开放接纳的心 然后不要去批判你现在的感受 说不定就是慢慢的 你不会那么在意这种界限感 就是这种设立界限的心智 好 那我们进入下一趟 然后再来就是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萨奇博士他在早晨开车 前往工作地点的途中 他一边那个收听电台 听来的一个故事 然后萨奇博士他是说这个故事很令他印象深刻 他所以他才愿意写进书中 那我那时候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印象深刻 所以我也分享给大家 那这个他在播听在那个收听那个电台的时候 电台是这样讲的 他是讲说就是芝加哥有一间就是博物馆 那博物馆他筹备了就是一大笔钱 他想要办一场就是给师能艺术家的展览 那博物馆他们办方就是他们寄出了许多的邀请 就是想要邀请这些艺术家来做展览 可是却不知道为何就是没有任何人回应 那后来他们才发现原来就是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 他们不会想要去参加就是名为师能的展览 就是这个是一个要怎么讲 很没有礼貌的一件事情 然后后来他们发现了这个状况以后 他们才就是积极的就是沟通下 然后积极的悔改下 然后才终于有一位就是愿意参加 那当有一位以后就是有先例的以后 那后续就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艺术家跟进 那最后其实是有成功举办成功的这样子 OK 那记者他在实况转播当天的盛况 然后去采访了就是当天有参展的所有艺术家 那其中有一位画家他画了一幅就是 大到像墙壁一样大 然后作画优美又细腻的一幅油画 作者他访问就是记者他访问这个画家 是如何就是精准又细腻的完成这个作品 那画家他的回答就很简单 他就讲说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啊 我只不过是把它放在画布上而已 然后语弊以后我那时候听 就看到原来他是一位盲人画家 就令我很震惊 然后我在讲另外一个就是作品 那另外一个作品是一作就是很巨大的雕刻 那作者他本身是只有单只脚的雕刻家 那一样记者一样就询问他他现在的创作 他就询问他说就是这位雕刻家说 你现在的创作相对于你还有双脚的时候 是否有什么不同 那雕刻家回答这样子 他说这就是我现在所做的啊 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同 那据说这个雕刻家他是以这个大理石为素材 然后他雕刻了一颗就是非常完美 无瑕又光滑的球体 完成后 哦完成后他居然把那个作品打碎了 然后他打碎了以后就利用了很多的酸子 金属扣 然后各式各样的粘胶 然后把它一块块的去复原 成原本那个球体 那这一个就是充满着碎片的这个作品啊 这个雕刻家他把它命名成支离破碎 却依然完整无缺 我觉得萨奇博士他在书中分享这个故事 我觉得很印象深刻 就如同这个故事也带给萨奇博士 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才发现就是原来那种很严重的疾病 或是很严重的残缺 是不需要就是成为麻木自己的一个理由 然后我觉得萨奇博士他在书中也有讲到 就是一点就是是我们要一直注意到的 就是每个人的内在其实本来都是很完整 很圆满的 但是我们在面对很多那种不想要的时刻 会有各种的思绪或是状况 让我们就是会忘记这个事实 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引用这一 就是这一个诗 我觉得很适合这个故事 就是这是一位卢女他写的诗 他是说就是伤口其实是光进入你内心的地方 就是时时刻刻其实我们都是完整的 然后你要就是随时注意到就是注意到这个就是事实 这样子 那最后我们回到就是开头的部分 那当你就是面对你不想要的一切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你有可能会去逃避 那逃避其实他会再打回来 你有可能会压抑这样的心 但最后他可能还是会爆发 如果你就是你尝试去否认 你会发现其实他一直都在 只是你无视了他 所以你内心中可能会不断的去强化了 这一个就是心境 那萨奇博士他其实是教我们如何用正念 去面对这些时刻 不断的就是逃避压抑否认 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个办法 问题依旧在 他只不过你只是无视了他 所以透过正念 其实我们是在学习你这些不想要面对的时刻 去时刻的相处 这样子 就是即使你的感受不好 但你最后想相处了以后 你会发现其实根本就没什么 就你不需要把时间放在那种 后悔过去 担忧未来 而是你要把握现在的每一刻 你会发现其实你现在当下做的任何事情 大家做的任何决定 累积起来其实也就是你的人生 那我们何必把时间花在就是这些 没有必要 就是没有就是 就是这些后悔过去上面 那很感谢就是大家听到就是最后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在众每一位的聆听 好感谢陆带来这本非常精彩的分享 看起来这本书应该是蛮厚的对吗 有点厚 对哦 非常感谢陆有带来这本就是这个议题 因为其实正面是现代人非常需要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我们说有在推广阅读 那另外一件事情在推广心理法则 那如果你说还有其他的话 其实我也会推广正面 因为大部分的人的这个情绪跟状态啊 就是基本上你会焦虑或是会生气忧愁 都是因为你总是在烦恼过去跟担心未来 那正面它里面有很多的方式 正面饮食啊 正面走路啊 正面呼吸啊 就是这个平常都可以做 但是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专注力 把自己的能量全部拿回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你可以瞬间这个智商加50%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都是很聪明的 更精准来说 每一个人投胎成为人 其实我们的智商都差不多 但是你越能够专注当下 其实你的专注力跟你的效能就越好 所以我觉得听到这本 Lulu分享这本自我疗愈的政念书 我觉得哇 这本真的太棒了 来得正是时候 因为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非常感谢Lulu带来这个 非常精彩的分享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到下一本书 叫做就怕平庸成为你人生的注解 我们这次邀请到曾秀来分享 那我们欢迎曾秀 Hello各位早安 来我这边确认我的画面是完整的吗 还没吹幕 OK 好 感觉这种冷冷的天 到这么早起 蛮不容易的 有一种 就是还在回神的状态这样子 好 各位早 那我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叫做 就怕平庸成为你的人生注解 那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 或者叫这个作者 那我得说 这个作者 蛮出乎意料的 应该说他让我印象蛮深的啦 然后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好 我这边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曾秀 那说实在话 我在阅读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蛮神奇的 在每一次的阅读 你都会发现更靠近自己 而且更了解自己的各种的一个状态 而且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安定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很相信阅读这件事情 绝对能翻转人生 所以也非常感谢哲伟 他一直不断推广阅读 然后甚至是发起各地的读书会 让很多人可以因为阅读而相聚在一起 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我本身是有做过主持的相关的活动 那目前是在校园里面当老师 那在阅读说实做快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兴趣 那这是我的QR Code 就是我IG 那欢迎就是可以搜寻 就是到时候如果有拍一些线道话 也可以传给我 好 那这本书就怕平庸成为你的人生诸解 OK 那我在认识上 我先讲一下这个作者好了 我梁立东老师 那不知道多少人有听过他 那梁立东老师 其实我一开始是不知道他的 因为以前其实没有那么爱阅读 那我会因为知道这个作者 完全是因为艾瑞克 就是内在园里的作者 那我觉得艾瑞克真的很棒 因为他会一直不断的去推荐 然后介绍各个不错领域的一些作家 所以我那时候是因为艾瑞克 我知道了欧阳立东老师 那也知道说欧阳立东老师 他有开了很多报文的一些写作课 一些表达课程 他是一个非常有内容 而且你看他的书 你会觉得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惊艳 那他目前本身其实是在高中里面 一所普通的高中当高中老师 他是国文系的 所以他是教国文的 那他在教国文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看了他的书才越了解他的状态 以前人家问他说 你在哪里工作 我在当老师 在哪个高中 讲出来他还要特别讲的是在哪里在哪里 因为其实是一个不起眼的高中 其实到现在 他努力到现在 他只要讲出这个高中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知道的 他就说不要让这些 你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 然后你就不好好的去执行 他讲的是一个人生的态度 所以我蛮推荐奥阳丽宗老师相关的书 然后我也很期待 因为接下来会在12月 会上他一些相关课程 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他在讲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光书名就很吸引我了 就是总是不希望平庸 好像变成我们人生这辈子的一个件事情 所以我也蛮喜欢他下面这段话的 就是或许你很渴望 睡觉静好 但不是现在 那或许你很渴望 就是平庸安稳的一个生活 但不是此刻 就是我还蛮喜欢他这本书 光是他的标题 就会让人家很想看 所以我也相信他的写作课 也一定会非常有内容 因为他在这个里面的琢磨 是非常厉害的 那我在讲这本书之前 他里面 我自己看完之后 我把它略分为三大一个重点 那这本书蛮有趣的 他其实因为他本身是高中老师 所以他用了很多 他在教学的一个例子 或是他的一个工作坊 然后当作里面 每一者每一者的小故事 所以你在看每一篇的时候 你就有一种每一篇 都看到一个小故事 然后再去懂里面 他想告诉你的一些观点跟理论 那我这样子把它 归统整下来之后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三块 第一个是要坚持 每一间小时的练习 第二个是他在创意教学 创意这件事情 最后是就是热情的人生 我自己把它归种为这三类 那这本书我推不推 我觉得蛮不错的 尤其是如果你本身是跟做教育相关的话 你看这本书会蛮有感觉的 因为你会觉得哇 深之其境 就是他每在讲每一段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些画面 然后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这本书很好阅读 他算有一点的厚度 但是我觉得他是非常好阅读的 很浅显易懂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会不自觉的发出声音在笑 然后我先生就会傻眼的看了我一下 我在干嘛 然后还不止一次 就是他的文字会让你 很不经意的会心以笑 或是很能有那一个画面的感受 这是我觉得很少数作者 他可以在透过文字的写作当中 能有这样的力量 我觉得是很强大的 好 那他的第一个章节 他在讲推荐这本书作者去的时候 他讲到这段话 他的标题写 曾经你眼里是有光的 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 其实是有激起一些激动 那他里面讲了一个故事 不过我觉得如果只是用我讲 有点可惜 然后我有找到这 他里面讲这个故事的 小小的影片 给大家看一下 那你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影片 他最主要是要讲说 在国外 这个影片 他是那个飞行行男日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自己是没看过 我只看过这个片段这样子 那他是说 他们正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公司要裁员 所以他们在裁员之前 会约谈这些人来 然后告诉他们说 就是你要被fire了这样子 但说实在 艾华这个工作是非常惹人厌的 所以他们在前面好几个的时候 大家都是破口大骂说 你们良心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我的孩子会因此没有饭吃 那但是在其中这段的话 蛮值得大家一起看 我们一起来欣赏 没有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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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我一下 谢谢跟我说 等我一下 他前面是说 你觉得孩子 這個影片畫面是有的嗎?有的 好,他前面是說就是你覺得孩子對你的欽佩是重要的嗎? 然後這個即將被之前的人他回答,對當然 我理解一下,對嗎? 不,她說不,她是聰明的 你不是的嗎? 我會露你,你你為甚麼孩子們的男生? 那是為甚麼孩子們的男生 因為他們的男生 因為他們的男生 我可以做你 你讨厌 傑伯 这 年车 那 私 我 我 家 你们 我 我是 小 小 鲜 小 小 小 好 我就跟 如果你有兴趣 要看这部影片的话 或是电影 你可以去搜寻 那这部电影 它的名称叫做 《新南的飞行日记》这样子 他在一开始 作者他在讲到 前面一开始开场的时候 他就分享了这个故事 在这个文章当中 他说到底是 他们花多少钱 埋下你的梦想 听到梦想两个字 就是让大家醒了 对 好像曾经 我们是有梦想的 所以作者欧阳丽忠老师 他说他其实 在当老师的第一年 是 那个时候的自己是真的是 眼力有光 然后心中有火 觉得可以改变世界 最热情 最热血的那一年 但是随着时间 我们需要每天 日复一日的做我们 可能没那么喜欢的工作 或者是读书 生活方式也是 所以我们会渐渐的磨掉 我们对生活的热情 对这件事情的热爱 岁月他会磨亮你的经验 但是也磨去了你 很多很多的事情的一个热情 这是在前面一开场 他讲的这一段 分享这个故事 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哇 我真的很惊艳 我没有想到 刚刚开书 就让我有这么惊艳的 一个提醒 甚至有种 打心力的脑袋 好好看这本书 这样子 好 那他本身是一个国文老师 哇 我得说给他教的学生 非常的幸运 还有我都有种 很想把孩子转到他们的学校 不过他是高中老师 好 他用国文的 我不知道大家在国文里面的 课程的印象是什么 你现在回想一下 你在求学时段 你的国文老师是怎么帮你上课的 或是你对国文课的印象是什么 我记忆中比较深的是 因为通常你大概到国中高中开始 你差不多都是要上一些文言文 老师上课的方式 通常就是 把文言文再翻一层白话文 然后以及下面的注解 然后大家回去看 然后再把注解背起来 我们差不多这一课的国文就结束了 这是我对国文课的印象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但我是 那奥奥利中老师 他本身是一个高中老师 他说他其实在教学好几年之后 他发现 对 他对课程的内容 没什么问题了 非常的熟练 学生问的问题 他基本上都可以回答 没有什么问题 但他还发现一件事情 他觉得这件事情 他变得好像只是例行公式 他发现在教学这件事情上 好像没有太多的意义跟价值 好像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在里面 他运用了很多创意教学的方式 其中一篇 这个课文名称 有人有办法打字打出来吗 其实我当初要知道 这个课文的时候 我真的打不出来这个字 是怎么念这样子 还没换成本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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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有了吧 这样有了吧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课文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 其实我真的没有印象 我没有印象 我到底有没有读过这一篇 求 哦有 讲对一个字了 很好 就是 我觉得很不好读 中文真的是一件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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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扰人的一件事情 然后有 有大家讲的 求然客传 好 那看来是有读过 好 他在讲这一篇 课文的时候 其实他非常的 你说他有趣吗 可是对于学生来说 其实是有点无聊的 因为你就是文言文 然后翻译成白话文 然后再把诸姐背记起来 所以好像 其实不太懂 这颗误文意义到底 要带给他们什么 他其实是一个 唐代传说的一个 传奇的一个小说 武侠小说这样子 那他里面讲述 里面有一个 有三个最主要的角色 一个叫李静 红服女 然后还有一个叫 求然客 他们总共有三个人 这样子 那他说 在 前面我就不说了 他里面讲到是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李静跟这个红服女 他们原本是打算 要失奔到月球的 因为红服女 就是发现李静 真是一个非常有胆识 而且很有智慧的人 所以他主动去找他 然后要 然后在客观 他想说天哪 哪有女生这样子讲话 然后说 没错 他是真的比较前卫 他就真的 这个红服女在古代 他真的自己找了李静 然后想要去一起失奔 很欣赏这个人这样子 但是啊 他们在 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住了一个客栈 然后但是在这个客栈过程 却出现了另外一个人 他叫琼兰克 然后他是一个 我只是找比较帅的照片 大家形容他就是一个 满脸胡渣的一个大叔这样子 然后他一进到这个客栈 他就对这个红服女就是 就是有一种不怀好意的 这种眼神 然后还直接进到他们房间这样子 但是他本身很大只马 然后又很粗犷的样子 所以李静就觉得很生气啊 你怎么可以对我心爱的女人 然后张不怀好意的眼神 然后好像要做些什么样 然后但是红服女 他就示意要李静 不要有任何动作 然后后来这个红服女 就走到这个穷兰克旁边 问他说 大哥啊 就是请问你是从哪边来啊 然后他就跟他聊天 然后问他说 你姓什么 然后那个穷兰克就跟他说 我姓张 然后这个红服女就跟他说 诶我也姓张诶 怎么这么巧 看来我们是 我是你的异媚哦 然后他就说 诶就是那我请我的安娜 打出来跟你一起聊天 我们彼此认识这样子 好 那他里面要讲述的是什么 他里面讲述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原本其实是一件 很危急的事情 说真的你只是一个 可能一个 若不禁风的一个 一个城市 但是你对付一个粗犷的 一个这样的武士的人 其实是很危险的 但是红服女 他却运用他的智慧 以及他懂得语人去说 好好的说话 所以把这个危机给化解了 这是他里面其中 课文里面的其中一篇 那他另外一篇 我觉得也很有趣 另外一篇的课文 叫做莲齿 那他这一篇的标题 他写说不要说莲齿了 你知道面包吗 我心里想说是什么意思 好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 就是在台湾面包界里面的国宝 大家知道是谁吗 就是非常厉害的那个国宝 这样子 然后一度就是 大家都说他是台湾之光 这样子就是吴宝春 那那时候吴宝春 他就说吴宝春在 他是做面包 然后做到享誉民生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 但其实他在这件事爆发之后 他就被逼着要去抉择 你要做台独口味 还是九二口味 讲白话就是 你要选择台独呢 还是要就是跟大陆站在一起 这样子 最后吴宝春是回答 就是两岸一家亲 然后大家就骂翻啊 亲你个头啊 谁跟你两岸一家亲这样子 哇他从台湾之光 变台湾之词 就是变成这件事情 这个欧阳立宗老师 他就把这样一个社会案件 他把它搬到国文课里面 然后跟学生一起讨论 这些的论点 当立宗老师他做的事 在讲廉耻这一刻的时候 他说其实在讲廉耻 你要讲什么反清复明啊 反攻大陆啊 这对学生来说太遥远了 已经不是他们世界的东西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很难去有那个环境 跟那个感觉 所以他把这个社会事件 拉进来的时候 他要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立场跟你的观点 他这个过程他做些什么 他找了很多对正面 去探讨评论 吴宝春这件事情 也有负面的 也有网友留言的 然后各种资讯 他把他就是请大家回去找出来 然后跟学生们 一起去探讨这件事情 他想要让学生们知道 其实吴宝春他在 他原本就是面包师傅 但是他没有在他自己成名 他很红之前 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 也没有人逼他抉择 但却在他开始有名之后 却逼他要有这种选择 然后他讲出来之后 却要被骂翻了 所以他只是利用这一刻的课文 让学生们知道 你的立场有时候会遮蔽你的双眼 因为你的立场不同 你的感受跟你一样 就捍卫的就不一样 但是你得跳多出来 去俯瞰这个全局 去知道所有正向跟反向的 这个立场跟观点 你才能知道 你要如何去判断跟思考 所以这个国文老师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太猛了 他在这么让人觉得 有点无趣的国文课 他却交那里 他用穷兰课专去教你 要如何好好的去说话 他要教你表达 然后他用廉词这个课文 去教你去思考你的立场 跟观点的不同 你看待事情就会不一样 我有点翻转 我对教学这件事情的想法 就是为什么他这么 明明都是老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总会有些老师 会很吸引你的目光 上他的课总是觉得有趣 但是总是会有些老师 让你觉得上完就觉得 天哪就是 我浪费了一堂课时间 上一堂课完全不知道 在做些什么 他指的是 我们每个人在做 任何事情的时候 或许我们的角色 都是一样的 做的事情没什么不同 但因为你的态度的不同 你对待事情的不同 整个发展是很不一样的 他曾经在教学这个过程当中 他非常的用心 他不管是做教案 然后做桌游 然后包括他现在写桌的课程 他是非常用心的 不过他曾经在他 刚教学的那几年 有个前辈 就是老师界的前辈 就丢了他的那个新子弹 然后丢到他桌上 跟他说 你这么认真干嘛 我的薪水还不是一样比你多 为什么 因为在老师界里面 不会因为你的用心 你的薪水就会增加 他们的薪水增加 纯粹就是因为年资 他们是论年资论的 不过当时他就觉得 我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我竟然要好好的教学 我就要把我热情放在里面 他要做对的事情 这是他对待事情的 一个态度跟看法 但在他的教学过程当中 他把这些经验 跟这些感受 放在孩子的身上 以及他对待朋友 以及他的写作课程上 哇 这是让我觉得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那他在其中有一段 他真实在班级经营管理的时候 的一些实际案例 我觉得挺棒的 跟大家分享 他说有一次的寒假 然后学生主动问他说 老师你可以到我们练球吗 练篮球 他们要去比赛这样子 哇 学生主动提议说 要练习 老师当然说OK 好啊 不过他有个要求 就是他的要求练球 是非常严格的 为什么 因为欧阳立宗 他不是只是一位作者 他不是只是一个国文系的 然后只会读书 他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热爱篮球的一个球员 他甚至以前还是队长这样子 他说他对待篮球这件事情 他说在 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 就文学系相关的 他说你要在文学系 你要找到会打球的 就很不容易了 甚至要把他们能够留下来 继续打球这样子 好像大部分是没这么爱的 所以他说那时候 就算只有五分钟十分钟 或是占一个场地 你要提早两三个小时去 他们还是甘肢如鱼 然后会想法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觉得你疯狂练习的 那个过程是非常值得的 所以他在寒假期间 他教会带着孩子们 每一步每一步踏实的 去练习每一个篮球的一个技巧 技能甚至是基本功 他想要在这一篇当中 传达给大家 以及告诉他所有的学生 就是每一个不起眼的练习 其实往往都是决定 你是平凡还是超凡的 这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结果 所谓的成长 不过就是在每一次的 平凡的时刻 你有纪律 而且非常乏味的练习 说实在话 你要有一个篮球 非常厉害的一个结果 比赛结果 或这个过程 你每天的运球 每天的这个练习 我相信如果有在打球的 你会非常有感受 我没有打篮球 我本身曾经打过排球 我得说 真的在每次练基本功的时候 真的有点无聊 甚至会觉得 我就不能开始练别的吗 我就一定要每天 一直练习这些 很无聊的基本功吗 就像他说的 他在写作这件事情也是 他能够成为 现在很畅销的作者 也是因为他很坚持 他每天都一定要有这样的输出 每天都要有这个 文章的这个出现 他那其中一个 又讲到一个故事 我觉得蛮棒的 他用这个小小的 这件事情来教孩子 一个观念 他说他在班级管理的时候 有些孩子的习惯 让他真的很受不了 如果你本身有在学校的话 应该会很有感受 因为我现在感受 就真的蛮神的 他说通常我们在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打扫 打扫教室或外扫区 他说你在打扫 通常孩子们打扫 最认真就是两天 第一天就是开学那一天 第二天就是结业式那一天 通常就是这两天最认真 然后这中间的过程 就是一直跟你玩叠对叠 这样子 就是你躲我藏 然后老师抓不到 这样就OK 这样子 好 然后甚至有些孩子的坏习惯 就是东西弄了就乱丢 或丢垃圾桶也不丢准 然后常常卫生 只会看到在教室地上 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这个感受我也蛮深的 我发现他讲的完全是事实 因为我真实在经历这样子 好 他就一直在思考 我要怎么告诉孩子 这些习惯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在他有一堂课的时候 他做一件事情 他发了一张纸下去 然后请大家折成三折 然后第一页 请大家写下你的坏习惯 第二页写下 这个坏习惯 你会对他人造成什么影响 第三页请写下 你要如何去改善这件事情 好 那他请大家写完之后 他就放了一些 放了一罐宝特瓶的瓶装水 他放在讲台上面 然后他就问说 有没有人就是要上台分享 然后就是你该写了些什么 然后当然一开始问没有嘛 但是后来真的有开始 有学生上来分享 那学生就分享说 我的坏习惯就是 我都会懒得看书 然后这样子会变成 我都会拖累 班上成绩 就是开始说自己坏习惯 但是立宗老师 他做一件事很有趣 他说当你讲完一个坏习惯之后 请拿一个图钉 刺在这个瓶装水上面 然后再拔出来 OK 好 那所以第一个小朋友讲完之后 把图钉刺在这个瓶装水 再拔出来 那会发生了什么事 那那个水会一直流 一直漏嘛 对不对 而且是流不停的 然后学生也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 老师就水不会停 老师刚才说 没关系 你不要理他 好 那继续换下一个 然后直到全班都讲完 好 直到全班讲完之后 当然那个瓶装水里面 当然就没有水了嘛 他常常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观念 他想教导所有的孩子跟学生们 让他们知道 你的每一个这么不起眼 你以为这没有什么的坏习惯 跟很小很小的事情 就像这个图钉 会刺在这个瓶装水身上 当你拔出来的时候 里面是你的信用 你的人生 你会把这些信用一直流失 最后会是千穿百孔的人生 他想要让大家知道 你的这些 你以为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不起眼的事情 其实是会很重 影响你整个人生的一个转变 哇 我就觉得很小语 大意用这件事情 让学生完全去记得 原来我们做的每一个习惯 是这么的一个重要 让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在其中有一段 这个我也蛮有感受的 其实在很多本书当中 都有讲到 很相似的一个概念 他说我们现在人 其实很多很棒 都知道要阅读 很多的输入 所以会大量的去读书 但是他也说了 比起这个知识量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 你要如何把它变成知识率 那我总结下来 这个结果就是 你要阅读 你要不断的去进修 你去学习 因为本身是一个 非常热爱学习的一个老师 他把这些 一直不断输入之后 你一定要输出 你可能是写著 你可能是说书 你可能是分享 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才能把他们这些知识 串联起来 内化成自己的 甚至才有办法学一字用 才会成为你的知识链 这是他里面其中一篇 他讲到一个 很棒的一个观念 好 那还有一个是 他在最后一篇 因为他这个文章 这本书当中 他讲了好多个小小的故事 很多 真的很多 几乎每一篇都是一个故事 这样子 他最后在倒数第二篇的时候 他下了这个标题 他说别怀疑 这张信用卡 回馈金最高 我想说他又要玩哪一招 又要教小朋友些什么 要教学生些什么 要告诉我们些什么 怎么会拿信用卡 回馈金来说 我就有点纳闷了 OK 我就细细来看 他到底要告诉我些什么 好 他说其实你在 不管是你网络查 甚至身边的朋友 一定有这种人 他会告诉你 刷花旗卡 看电影会最划算 然后刷永峰卡 怎么样会最划算 拿一个回馈金最高 你一定会身边有这样的人 甚至你网络上 都查到这样的文章 但是他告诉学生们 有一张卡绝对是 最值得 也是回馈金最高的 就是所谓的 梦想信用卡 他在讲些什么 他说他其实在 自己人生过程当中 出书本来都是他一直 很渴望 很想要 很希望发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真的 他在不断的做 自己坚信对的事情 就算这件事情 入不敷出 举个例子来说 他说他曾经第一次的 那个演讲 那个桌游的演讲 然后他是一个 力求完美的人 所以他自己在做 那个桌游道具的时候 他自己到影音店去印 一张七块钱 你就会每印一张 你就会听到 就是钱掉了的声音 这样子 然后印了一百多张 那印完之后 还不打紧 他还想不行 这个太粗糙了 所以他自己用了各种 去买各种工具 器具 然后还找他老婆 然后连夜赶工 然后他花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才完成两个小时的演讲 他说他那一场演讲费 总共收了三千两百块 然后但是 整场的利益支出 他是负三千二 因为他花了更多钱 在那一场演讲站上 所以你要说 如果以利益来说 他完全是亏损的 他没有赚 但是他获得的是什么 因为那一场 他非常用心的演讲 他获得了后面 一直不断接续来的邀约 甚至是出书的机会 这是他对待事情的一件看法 跟他对待事情的一个态度 他说他在 终于终于 他的人生终于出了他第一本书 所以他很兴奋 想说天哪 那个新书签名会的时候 应该会是人满为患的 这种画面跟状态这样子 好终于迎接来了 第一场新书签名会这样子 结果现场来的十位 而且其中五位还是小朋友 跟着爸爸妈妈来的 那时候主持人就问他说 我要怎么介绍你 那时候欧阳立宗老师 直接跟那个主持人说 请你介绍 我是畅销出者 OK 他那时候是吗 他不是 他只是出了一本书 而且他的新书分享会 只来了五个人 他是畅销出者吗 当下的他不是 但是他直接说出了 他是 他会 所以当他开始说出去的时候 他开始去实践 他不断的写 不断的练习 直到这件事真的变成 他的真实身份 所以我很喜欢他在最后 这一篇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这样的身份 但他直接宣告天下 我就是 然后接下来他就是去把他自信 这是让我觉得很点心我们 在很多时候 他其实也不是这么的有自信 也不是这么有肯定 也不是一路以来都这么的顺遂 可以获得他想要的一个结果 但是他坚信他会成真 他会实现 他就开始去执行 这件事他就会做得到 最后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本书当中 我觉得蛮感动的是 他里面很多的一个观念 是一直在不断的提醒自己 你不要忘记曾经那一个 眼里有光 心中有火的自己 不要忘记你对人生的热情 你对你现在这份工作 原有的热情跟梦想 你的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平庸绝对不是我们人生的注解 梦想才是 好 这是我今天分享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 好 感谢真秀 昨天严格来讲 是今天凌晨 那个真秀才跟我分享说 这本书里面 有一些的内容 我可以用得上 然后我在问他的时候 他说明天见 可以这样卖关子吗 我刚刚听完之后 真的好精彩 一个在学校教国文的老师 透过写作发挥影响力 然后也把握每一次 能够教育未来的动良 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其实这真的非常感动 而且是不惜代价的 但是当就回到 第一本书讲的那样 当你一直在想 怎么样提供价值 你压根就是一辈子 都不用担心 到底就是会不会被亏待 宇宙它是不会亏待 这样子的人的 你只管专注提供价值 所以我刚刚听到这个部分 刚刚讲到这个新书发表会 我这很有画面 希望这个应该至少有十个吧 在线上至少超过 大家如果都来 应该就第一场就超过了 太好了 好那感谢 真秀带来这本 我觉得非常棒的书叫做 就怕平庸成为你 人生的注解 那欧阳立宗老师 他也出了非常多的书 那时候我也跟真秀一起讨论说 可能他有一些课程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 最后一本书了哦 那这本书叫做 《生人心态》 那今天是邀请到 薛丽来跟大家分享 那薛丽就可以分享 你的这个同影片哦 那么欢迎薛丽 薛丽没开声音 这样有听到吗 有有有有了 好等一下我调一下灯 好像太亮了 调一个暖光好了 白光好了好 这样有看到我PPT的画面吗 有哦 那声音够清楚吗 可以 好 那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是 呃 我今天是今天的分享者薛丽 那我今天要分享这本书 叫做《生人心态》 那大家看到这本书 先不要紧张 我不是要传教或什么的 那为什么会要想要分享这本书 是因为我有一次在看展览的时候 然后那个展览的主题 比较是最怎样怎样的一年 他这个展览很有趣 他是记录创业家 或者是刚出社会的人 各种新型太太的人 他在这一年经历的过程 用呃 video的方式去录影 他说哎 他这个月经历创业的哪个阶段啊 等等的 然后他们会有每一个小房间 那小房间内就会有各种 他们的私人物品 然后其中有一间我觉得 就是我最感兴趣是创业家 那他创业家他的房间就有这本生人心态的书 那这本书其实在我呃周围很多人跟我分享 但是我都找不到一个契机去看这本书 那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创业家那么冲动的 算是冲动积极的个性 会想要看生人心态这本书 所以我就是接着就是想说 哎我们来看看 那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那呃左下是我的IG的QR Code 大家可以扫描一下 就是欢迎互相追踪认识 那我的名字叫做雪里 目前是半导体业的工程师 那我热爱的事情是美感设计的相关 那很多朋友都会找我合作 那其实我最想要分享的是 我平常稳定我身心平衡跟开心的事情 是健身阅读 那阅读这件事情 其实是今年影响我很大的一件事 那也感谢Jimmy在年初的时候 邀请了新竹的读书会 那我其实之前的阅读 都是偏向自己读 看一看就丢到书柜里 也不会去输出 那我觉得阅读最有成就感是 你当你吸收书本知识 然后再跟你身边周围的人去讨论 我觉得这是最感动的一件事 别人有共鸣 你也有共鸣 然后你们一起吸收这个知识进去 所以我觉得听书跟说书 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好 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我们印象中的生人 应该是图片这张画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印象中的生人都是长这个样子 他们就是准时的上床睡觉 然后去导读啊 祷告 那跟我们平常庸庸碌碌的生活 其实生活形态差异 其实是很大的 那为什么 那他们到底可以带给我 什么样的启发 他们是完全跟我们不同世界的人 然后我就会很好奇 为什么这本书可以带给我们这样的启发 那其实这是这本书作者最厉害的地方 因为作者的背景 等一下哦 好 我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他叫Jay Shady 那我之后都叫他Jay好了 因为比较好念 他的背景是毕业于英国前十强的商学院的学位 那如此优秀的学历 他毕业后没有选择去大公司上班 反而是去到场去修行 那我会好 他的过程是因为 他其实在求学大学期间 他就有陆续参加很多演讲的活动 就是听别人成功企业家的演讲 那他有因缘际会巧合下 就是受朋友的邀请 然后去参加了一个生人的演讲 他刚开始其实不感兴趣 那后来他去了解生人 他的背景也是一个 算是理工科蛮厉害的 麻省理工学院背景的出身 那为什么他会到道场修行 那后续这个Jay Shady 他就听从他的演讲 然后就跟着他去学习 然后就发现 我们到底人生平常在追求的是什么 就是他还想要探讨这个事情 那其实他在道场上 只当过三年的生人而已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 对这句话很有印象 就是30岁没成功 你人生就很失败 其实你只是走在自己的时区内 其实这个就是他演讲的 他的出处来自于Jay 那他很神奇哦 就是他其实访问过很多名人 包括那个Coby Bryant 有时候要过他的Podcast节目 所以他是一个生人心态 又又又用数位行销的方式 然后传导给我们普世中的人 去解决现代的问题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趣 OK那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 生人主要学习的三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段是放下 那我们所谓的放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放下外界的声音 跟放下就是我们内心的执着 或者是焦虑啊难过感受 然后腾出更多的空间 然后进行成长 那你成长到了一个阶段之后 你就可以向你的身边人的付出 然后这是新人 生人心态经历的三个阶段 那生人跟我们普通人 我们称为猴心 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就是我们其实一般人 在一天之中 大概会有七万多个杂念 那杂念都是无意识的状态 那其实猴心都会一直担忧过去 然后一直想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反而无法专注于当下 所以我们在就是面对任何情绪 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现在是属于生人心态 还是猴心的状态 那如果我们是属于猴心的状态 可以稍微调平一下 转换成生人心态 因为我相信 如果用生人心态去解决问题 应该会挣更多的高能量 OK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这个经历这个三阶段 然后有我比较有感触的课题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身份认同 然后还有恐惧 然后最后的人际关系 还有爱 好 身份认同 我想要分享这句话 就是有一个社会学家 他曾说 我不是我认为的自己 也不是你认为的我 我是认为你所认为的我 这句话有点牢舍 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会不惜 以价值观为代价 努力活出别人眼中的自己 OK 那我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是那个J 在道场上的故事 他有一天走在路上 然后他的老师就拿了一面 沾满灰尘的镜子给他 问J 说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然后J 就说 我看到 我看不到自己 我看到了很多灰尘 那老师下一个动作 他就是把灰尘吹掉 那灰尘吹掉 就会沾到J 的身上 然后他就开始打喷嚏 感到不舒服 然后他的老师就说了 其实沾满灰尘的镜子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 现在的我们 因为我们很常 就是受到外界的声音 所以就会附着在我们身上 唯有清除灰尘 才可以看到我们最真实的自己 那其实这个过程 会稍微痛苦 就是会有一点挣扎 就是我们无意识的 在生活中会扮演很多角色 就是可能社群媒体的力量 或者妈妈告诉你 你要做什么事情 或者朋友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你会想要办不同样的角色 那原本你最真实的小我就会因为这个各个角色 然后变扭曲不堪就越来越小 甚至蒸发不见 对 那 好 下一眼 那建立生人心态第一步 他教我们是要绿掉外界的杂音 杂音就有点像外面的镜子的灰尘 然后色心内观 那内观到底是什么观 就是生命的价值观 我觉得大家应该对价值观这件事情 应该很常听到 你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那你的价值观到底从哪里来 我呃 价值观他不会就是趁我们就睡觉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说 哎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也不可能有意思的说 哎我今天我要条列式的列出 我的价值观确切的是什么 就是其实价值观这件事情很难用言语去告诉别人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没办法清楚的描述你实际的价值观是什么东西 那他其实有提供一个方法就是因为其实价值观有可能是外界给我们 呃塑造出你要成为哪种形象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很难察觉外界带给我们的影响 那这个右边的图一呢是一个方法就是重塑你真的这是你真正要的价值观吗 就是我举例好了就是像是家庭价值观家庭 那他的来源是哪传统的家庭 那对我来而言家庭是很重要的吗 是但是我不希望用传统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探索自己你真正的内心的世界是什么 然后像是外貌好了 价值观外貌 你希望有个好看的外表好了 那来源可能是社群媒体大家都过得很漂亮吗 那对我而言我真的想要这样吗 其实不是耶 我是希望我是可能有内在的气质 所以我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 所以这个可以抽丝的剥茧 说你真实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好那其实在进入价值观之前 你要时常的去审视你自己 那他有提供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每天 每天你今天是怎么过了 经历哪些情绪 然后第二个是你可以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不同的环境探索自己 有点像你换了工作到一个新的地方 或者是你搬城市 那每个城市给你的感觉不一样 你可能会在城市中探索到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然后第三个是做一件对你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做的是 每天就是你今天怎么过的 你经历哪些情绪 那网路上其实有很多这种方法 其实在刚刚那个 Lulu有分享自我疗愈的 那个书也有讲到当下的力量 就是你要自我察觉 那就是你要听你内心的声音 那他这个有一个举例说 当你好不容易赢得某项成就的时候 那别人就会夸赞你说 哦你好厉害哦 可是你会下意识的反馈说 哎没有啦我没有那么厉害 可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回 你是因为被谁的话去做影响 你其实你也想要被别人称赞吗 可是可能父母观数我们观念 就是我们要谦虚 我们不要邀功等等的 所以你要抽丝剥茧说 哎这是谁带给你的想法 那这个这样的行为 你是舒服的状态吗 那如果不舒服的话 我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对这个方法我觉得还蛮还不错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这个是原文的网址 大家可以去参阅一下 要怎么去检视自己的情绪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价值观很难去叙述 那其实他有教一个方式 就是盘点你的生活 因为你的行为会替你说话 反映自己的价值观在哪里 像是时间你用在哪里 家庭朋友还是自己身上 那举个例子 就是大家可能很常加班 那加班是为了什么 就是可能换取更高的可能加班费用 那其实加班的时间已经大于 就是你认为工作对你人生很重要的事情 那你要思考说 那换来的钱有没有可以弥补 我其他的价值观的事情 那没有我要怎么做 你可以盘点一下你的生活 然后第二个就是媒体 就是你花多少时间在社交上面 还有追剧 还有回复邮件等等的 然后第三个是金钱 撇出基本的开销 那这些支出有没有符合你排名 优先顺序的价值观 优先顺序的价值观 到场上也有认为价值观有高跟低 那高的话会让我们更快乐 然后实现还有意义 那低层次的话 让我们进入焦虑沮丧痛苦 那右边这张图 其实是金钱价值观的比较 就是假设你每天需要一杯咖啡 那一年大概就是花费四万块 那你要新鲜健康的食物 食物一年花费就是两万块 那其实这个价值观的结果没有对错 就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看法 这对于你来说是有需要的吗 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会变得快乐更有意义吗 对所以这个每个人价值观 没有一定的对错 然后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 那价值观我可能会随着年龄变化 我到底要不要保持我旧有的价值观 那其实这个生人心态有提到说 我们比喻人的变换 就有点像树木万物的一样 就是你看一个树 它可能冒出新芽 开花落地 然后化成肥料 然后又再轮回一次 那其实我们价值观的变化也是一样 我们要摒弃就是那些错误的价值 错误的价值就是前面刚刚讲到的低层次 让我们陷入焦虑 的感受 那其实摒弃那些之后 我们就是要放下那些错误的价值 再生就是腾出空间 然后再生更高层次的价值 我觉得这句话还不错 分享给大家 好 然后第四点是我蛮有感受的 就是打造符合自己价值观的环境 滤掉了杂音 就是你把所有的杂音关掉 你省事了自己内心后 那你最后一件事就是邀请世界回来 与你符合价值观的人交往 那我们要怎么判定与我符合价值观相近的人交往呢 你只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你跟这个人或这个团体相处的时候 跟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距离更近还是更远 像我去参加那个读书会 我就感受到我自己好像有慢慢变好 我可以吸收到书本知识 也可以听到别人分享 所以这就是与我价值观相近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是一个很好判断的方式 就是你有没有变成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对 好 那再来就是我要分享的是恐惧这件事情 这句话我很有感触 就是很震惊我 可以变成金句 大家可以笔记一下 就是恐惧不会阻止死亡的道理 只会堵塞生命的流动 就是有点像是假装考试 你真的很害怕 可是他最后还是会到来啊 你没有当下你没有专注的准备考试 他最后考试还是会发下考卷 所以你应该要专注更当下的流动 那我们要探讨是恐惧发生可以帮助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吗 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个书本的故事 就是一个算是科学家 他建造一个生物园区 那生物园区他是在一个温室里面 他要种植一个很厉害的树 那他就给他了很很厉害的阳光 就是自然光 然后很干净的水 然后有被过滤过的空气 一个无污染的状态的阳光长树 那树很奇怪哦 他长到一定的高度 他就倒下了 然后他摆设 他就一直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已经提高提供他那么就是干净高层次的环境 为什么他没有长好 那最后大家可以帮我想一下 为什么这个原因是什么 OK 那其实他这个原因是他少了风的吹拂 不是天花板 是少了风 大家就会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是少了风 因为其实风吹拂之后 树才会向下扎根 如果没有经过树的 风的吹拂 树根本不会想要向下扎根 他在一个很温暖的环境 他根本没有那种求生意志 然后向下扎根就是会回应了 风的那个压力跟劳动嘛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 这个故事对我来讲蛮深刻的启发 因为其实风就很像我们平时面对的恐惧 那恐惧到底是能帮助我们 还是害了我们 还是限制我们 那我们就往下看 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在道场的练习 他已经能轻 比较轻易的能辨识出 这个恐惧是一个机会 或者是说 这恐惧可能是我们现在做的某件事情 不适用于现在的行为模式 那他举了一个 步骤说我们要怎么面对我们的恐惧 那第一个恐惧我们要先承认 承认有这个恐惧的存在吗 好 那承认恐惧的存在之后 要判定恐惧的程度 那如何判断恐惧呢 他讲了一个方法就是 零到十分 零分就是零恐惧 十分就是最严重的恐惧 那十分他抵御成就是失去情人 或者是你受伤瘫痪无法工作的恐惧 那你可以自己去拉一下那平衡表到底你恐惧到 多少程度 那第三个步骤就是 找出恐惧惯有的模式 就是你要向下探讨真正的原因 然后像是 作者这本 这本书的作者 他要辅导一个要转 转职的律师 那这个律师呢 他其实在这个岗位已经工作十几二十年 那他其实很害怕转职 那作者就问他 那个J就问他说 哎为什么你害怕转职 那那个律师就说他害怕就是 他十几二十年的付出 跳到另外一个领域就化为乌有 那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那他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 他害怕别人觉得他很失败 那那为什么他会害怕别人觉得很失败 这是别人给他的算是 齐定的印象吗 就前面探讨到的 然后你要检视你自己的执着 他太执着于别人对他的期待 所以应该要放下 前面讲的放下你的执着 要检视你的执着 那其实恐惧的噪音就是因为太过于执着 你应该要放下那个执着的声音 那恐惧的解药 解药就是抽离 好 那要怎么抽离呢 这个有一个方法可以教大家 就是用呼吸调节身心的步骤 就是第一个就是吸气 大概数四秒钟 然后再憋气数四秒 然后再呼气也是大概到四秒 重复直到心跳缓慢为止 就是让你调整呼吸的一个方法 那你调整完呼吸之后 你就可以扩大视角 看待更多的挑战 那其实逆境感恩的次数越多 他最后就会改变原本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棒 跟大家分享 那再来我想要分享人际关系 还有爱 好 那人际关系 其实J在到场的第一年 他很懊恼 就是他向老师求救说 他付出很多爱 但是感受不到他朋友的回报 那他会关怀别人 也会照顾别人 可是那个人他也不会这样对我 他有点不理解 他就向老师求救 那我他老师的解答 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认为爱是一个没有附加条件的正理 这有点呼应到就是密加分享给予的力量 就是付出不在意得失 对 当你付出任何能量的时候 包括爱啊恨啊愤怒善意之后 都会用都会用无任何形式回收 然后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 我们爱上一些不爱我们的人 却又不不用爱去回报那些爱我们的人 这句话就很有感触 就是看到这张图 大家可以帮我看爱的回圈这张图 就是我们通常可能会等朋友说 朋友没有传讯息给我 可是我很难过 那其实妈妈这时候就会打电话来 那其实妈妈更渴望的是 你打电话来去关心他 这就是一个爱的回圈 你没有从朋友那边得到爱 可是妈妈给你无条件的爱 给予你 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力量 他就是一个轮动 就是你少一个 可是另外一个东西 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回馈给你 我觉得这个超棒的 我觉得很厉害 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可能老板早上忽略我的电子邮件 我很难过 那我下班的时候 我看到我伴侣留一张很善意的纸条 可能他旁边摆一个小食物啊 他说今天上班辛苦了 是不是可以填补你上班那个 没有被爱的那种感觉 所以爱是一个有流动的能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基于就是前面讲到 呃 刚刚J就很懊恼 为什么他付出得不到任何回报吗 那其实他把人分为四种信任 我们称为4C 那4C就是能力 关怀品格始终如一 这4个等项 那他不是要叫你对任何人贴表签 他只是要加速你 在混杂的世界中过滤 过滤出 哎 这个人他是属于那种性格的人 那你可以问你自己说 你跟这个人 他建议力的关系的意图 到底是什么 好 那能力的话 我先讲一下四种信任 能力的话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是他可能可以给你很好的见解 那关怀的话 他只关心你有没有快乐 就是他可能会陪你逛街啊 陪你办生日party啊 他不是关心你的成功 那品格的话 就是他有良好的道德标准 像是你可能合作的对象 他像是创业的对象 有很好的道德标准 我们可以归类在品格这边 那始终如一就是一直都在 你随时随地都会陪在你身边 那我们在面对就是人际关系的时候 我们要像生人一样思考 就是我们不要要求别人 每一个都达到 因为其实要达到这四个 其实很困难 而且大家时间都很宝贵 不可能无时无刻都陪在你身边 然后24小时都回应着你 然后你不是 你不是要希望他们能给予你东西 而是依据他们付出 然后贴既实际的期望 就是帮他们分类说 他们是属于哪一个象限的人 然后心存感谢回馈给他们 我觉得这个很棒 就是你不用抱持着太多期望 在别人身上 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当下 他需要面对的课题 对你只要心存感谢的回应他们 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我要分享的是爱 我觉得这个主题应该是大多数的人 应该都会碰到的 就是伴侣的问题 那他到场上 他把伴侣的有四五个条件会 可能你们会在一起的五个条件 那他把它分类成吸引力跟连接度 那吸引力是什么 就是前期的肉体的吸引 就可能外表啊身材 然后穿着打扮 然后到了物质 物质就可能他们所的成就 所成就带来的金钱 这就是物质面向 那知性就是他们所说的对话谈吐 那其实更高的连接度是情感跟灵性 那情感的连接 情感是什么 就是你们有很好连接 你们会沟通 那灵性的话 就是你们有深层的目标跟价值观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连接 那我们伴侣的时候 在花时间相处 我们应该要种植不重量 那到场上他们其实不用时间去衡量爱 那而是用能量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来讲一个故事 就是Jane他其实小时候 他妈是一个很忙碌的人 他因为他要上班 所以他只把他丢给保姆照顾 那他其实对这段印象 他不是对妈妈说 怎么那么忙碌 没有照顾到他 他唯一的记忆是 妈妈每次下班都会问他说 你今天过得如何 所以我们应该要用能量 去回应我们爱的人 就是像你 假装你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跟家人相处 可是你却一直滑着手机 而非就是你真正放下手机 用你面对爱的能量 去回馈他们 其实那个时间不是被衡量 说你们有陪伴他多少 而是用能量去衡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适用在我们爱情上面 就是你要用你的能量 去衡量你对他的爱 然后再来就是我想要分享的是 关于伴侣的条件 就是我们很常 就是列一下说 我们想要怎样的伴侣 就是我们想要可能高学历啊 然后要有品德啊 要孝顺 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条件 但我们却很少考虑自己需要什么 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的爱 我们像是可能我需要 长时间的陪伴 我需要什么什么样 那我需要什么样的感觉 是被爱的感觉 我们却很少考虑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就是你在筛选办理条件 就是你要去考虑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不是一直去筛选 我要怎样条件的伴侣 OK 然后最后一个是维持爱的鲜活度 就是很多人就会说 我过了热恋期 我还想要回到那时候的感觉 就是还想要回到当初 那很多人就是太子 佐于重建相同的经验 所以没办法腾出空间 重新让新的经验发生 就是你们应该要让 像是可能原本一天见面的很多次 一周见面很多次 那你们应该要缩短这时间 先各自填补你自己 增加新的知识 那你们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才可以互相交流 这是维持爱的鲜活度 对 那以上是今天我的分享 就是我把它总结一个 像是表格一样 让你们回忆一下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放下清空 然后再来是 与你价值观相近的人交往 再来是面对恐惧的方法 那爱它其实是有能量的回圈 然后伴侣的条件跟人际关系 OK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薛丽的分享 这本 生人心态 这本书其实在之前真的 已经非常多人在广为流传 那尤其非常多的企业家 甚至有很多的老师 都会想要讨论 这里面的心态 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 产生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那今天薛丽的这样的分享 其实很关键的 把这本书的内容 以及怎么样的流程 可以做到 刚才我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当你看见 你跟这群人相处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察你自己 其实离你 理想的自己更进一步 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判断的一个标准 那这我非常感动 因为其实我们在一群人聚在一起 阅读说书 或者是可能甚至我走进学校 去举办这样子的演讲 那真的就是如同刚刚说的 薛丽说的 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情 与这些相处 我们持续的看见自己的一个可能性 而且看见自己越来越好 其实这是非常感动的事情 那也很感谢以上四位的分享者的书友们 真的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个分享 今天四本都是我觉得非常经典的好书 甚至可能如果你手上有的话 你甚至是不想要卖掉的 你甚至会想要留在手边 一直持续的可以看 那在尾声呢 也跟大家布达了几个 就是有的活动 那一个就是 我们在11月19的部分 有线上的 吸引力法则的这个课程 那它是免费的 那一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 你可以就是加我的IG 你可以私讯我 那另外一部分 刚刚前面有讲到 就是如果你今天的影片 你想要做观看的话 你可以到YouTube搜寻哲维说书 你可以按追踪订阅 那我都会把这个相关的影片放上来 那有些人其实也有听Podcast的习惯 所以我有录制Podcast 所以各位你也可以把这张图 可以截取下来 或者是你现在可以扫描 你习惯的管道 那在未来其实很开心 大家的参与 才能够让整场的听说分享会 这么的圆满 那也更要跟大家说 事实上不管今天是分享者 还是来收听的 甚至你可能是后来看影片的 我都想说 就是对你来讲 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都是一起在 打造一个更棒的环境 不管你在当中的角色是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已经快要满两年了 我们听说分享会已经就是来到了一年又十个月了 那经历了这么久的过程 其实一直能够维持初心 然后持续的办下去 坦白讲真的是因为大家的支持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真的后来有跟了很多的作者 作家 有一些合作访谈的机会 如果不是我们这样的起心动念 以及一群队的人聚在一起 其实这件事情或许我们没办法持续走得这么久 那很感谢大家今天在假日的早上 这么美好的早晨 这么天气这么好的早晨 能够与大家在线上与会 然后并且做一个非常有品质 优质的学习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下次的时间是11月26 礼拜六的早上9点到11点 11月26 那就欢迎大家可以提早把时间空下来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感谢大家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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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